这次回上海,这件事情给我的感触太深了 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都被骗了 大家好呀,我是生活的黑老师,今天早上黑您 这次回上海去探望了我外婆 她老人家九十多岁了 手不抖眼不化脑子撒清 她一半时间住在松江的养老院 一半时间住在自己康定路、西康路的房子里 有孔傲,我帮她刚刚哭,阿拉雅公阿布 洞牵的时候遇到烂尾楼的事情 所以你看,烂尾楼这种事情几十年前就有了 有啥洗漆的 现在被那帮反贼炒作的好像烂尾楼 能把共产党赶下台一样的 帮帮忙好吧,朋友 大上海三十年前就有烂尾楼了 好吧,而且你们去看看海南岛 烂尾楼一片一片的有啥稀奇 共产党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怎么老太太总要请我这个几年没见的大外孙吃午饭了 她烧嘛也烧不动 就说请我去饭店里吃 她说这个饭店是她每天吃饭的地方 早午晚饭比自己买菜划算 怎么到了地方呢 我就愣住了 这不就是一年多之前 各种海外自媒体那些反贼 骂着铺天盖地 凶得了要命的社区大石堂吗 什么大锅饭回归了 然后我还特别做了一期节目 对我说了这方面的事情 不过我就不推荐你们去看了 因为那期节目我的制作水平有待提高 老她她很好 早饭中饭各带我去了 一个是在西康路新杂路 就是静安区中心医院学对面 老招一鸣食品厂对面 记得吧 一鸣食品厂现在变成商务楼了 也没有卖方便面了 以前小时候排队买方便面还记得吧 散装方便面就是没有调料包的那种 还有一个是在新杂路盐平路路口 这个离我外婆家康定路西康路的房子有点距离 就不像静中心对面那个走走捐断道 还要换一辆公交车 所以我说我外婆心向美好 我先说说被海外反贼骂踩了的那个社区大食堂 到底吃什么 其实就和我们以前小时候的名档小吃店是没有区别的 就是一个很大的开放空间 不靠门的这三面呢 都是开放性厨房 当中是用餐区捉椅板凳 那这三面里面呢 有一面专门是做面点和点心的 五米三级宝小龙门的有料 还有两面呢 是放了两个保温柜 你看到什么要吃你就跟服务员说一下 有的菜呢 是他直接打给你的 比如说红烧肉啊 回锅肉啊 炒青菜啊 番茄炒蛋啊 就跟大学食堂里是一样的 有的是一小碗一小碗已经放好的 你自己动手拿 比如酱菜 咸鸭蛋 红烧带鱼这种 他们呢 是根据早饭午饭晚饭点心几个时间 来调整自己的菜品 比如说早餐时间 豆浆油条就是必不可少的 面的档口的工作人员就会比较多 但是呢 到了中午和晚上 那就两边热菜档口工作人员就会比较多 新杂路 盐平路这个 进门的旁边 还有一个冷菜间 我估计啊 是制作熟菜 比如说红肠啊 熏鱼啊 冷面这种用的 但是我那天去的时候呢 里面是空着 什么都没有 其他区应该也有这种社区食堂 我稍微查了一下 至少黄浦区的外滩街道 浦东东方医院旁边的路加嘴街道 都有这种社区食堂 还有朝宁区我也查到了 其他呢 我就没有去 但是老静安的这两个 我都去了 它里面是先拿东西再付钱 价钱嘛 视频里面 你们自己也看到了 在上海主城区 这么一个物价比较高的地方 其实已经算清明了 至少你看啊 一个90多岁的退休老太太也经常去 那就说明她是负担得起的 而且一定比自己买菜做饭来的划算 这种事情 你一定要相信上海老阿姨的精明 精打细算 更何况这是一个90多岁的上海老阿姨 你们说对吧 看到这里啊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所谓的社区食堂 跟我们以前的饮食店 没啥差别 跟什么大锅饭 人民公社大食堂 就压根不是一回事 对的 这就是我觉得我被这帮子海外自媒体反贼骗了的原因 这个东西不就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国营点心店吗 当然也有可能是集体所有制 我小时候经常去的 康定路西康路路口 23路电车站 就是文具店对面 记得吧 有康定路的邻居 有这米滴 拉酱拌面加小馄饨 还有盐平路康定路路口 那个规模就稍微大一点了 对了 那个店就是现在经营管理 新杂路盐平路 那个社区食堂的经营管理单位 你看啊 其实我们小时候 很多这种没有品牌的餐饮店 一直开到现在 只是利用了鼓励社区食堂 老年食堂这个风口 做了个改造 装修了一下 也有可能从政府那边骗到了一点点补贴 而且我很负责的告诉你们 静中心斜对面的这个社区食堂 在2015年2016年就叫社区食堂 根本不是什么这两年才开始叫的 不要被那帮连上海都没去过的 海外反贼自媒体骗了 真的 帮子八子 其实还有一批有品牌的 比如说静安的王家沙 卢安区的风雨声间 不就是一回事情吗 只不过人家现在有品牌 不需要借着社区食堂这个名头 再问上面片点补贴而已 还有黄埔区的信花楼集团 统一了大马路四马路这么多餐饮店 我是一点点共产共期的味道都没看出来 这两年在美国生活真的很自由 自由到可以畅所欲言 但也就是因为大家都畅所欲言 所以充斥着各种小岛消息 假消息造谣 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分辨 用我们自己的常识去分辨 你看我节目评论区里面也经常有人说我胡说八道 没关系的 大家各书只见 你说对吧 我只说我看到的事情 基本不会说那些和我无关的或者我没看到过的东西 也有人说上海不能代表全中国 别的地方不是这么搞的 可能是共产共期的 我相信的 中国这么大 但是我只关心上海 我也只看上海 别的地方关我屁事 就像现在在美国 我只关心洛杉矶怎么样 稍微远一点 我就关心尔湾怎么样 其他地方关我屁事 比如说纽约 法拉圣 甚至北加的旧金山 我都不关心的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就这么一点 我又不是心怀天下 我就是一个上海小市民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老婆孩子热炕头 一亩三分地 所以呢 咱们有时间就到处去走走 东海岸 西海岸 墨西哥 古巴 欧洲 中国大陆 台湾 泰国 日本 别总是看别人视频里面怎么观察这个世界 咱们用自己的眼睛来看 不好吗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注 Dharm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